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友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回来想和大家跟进一下尾巴冲突 现在尾巴冲突已经续续打了两个多月 不过以目前来看,整场的冲突根本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 而最可怕的就是在各大民调显示 大多数以色列的民众是支持继续这场战争 至于巴勒斯坦的民众又如何呢? 亦是支持哈马斯在10月7日所发动的袭击 可以看到双方的民众都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而且这场战争已经明显有大量平民死亡 但到今时今日仍然没有动摇到巴勒斯坦民众对哈马斯的支持 而巴勒斯坦的政策调查与研究中心 在前日公布了一项民调 民调就显示有57%的加沙受访者就认为哈马斯 发动集击的决定是正确 只有37%的人就是不明智 至于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有多达82%的受访者 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而约旦河西岸地区就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管理的 不过有部分地区也受到以色列的决定 而且这个情况是会随着时间或一些事件 而出现变化的 不过也细猜不到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竟然有多达82%的受访者就认为哈马斯这样做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看回战争爆发初期 为什么哈马斯要发动这场战争? 原因就是以色列对清真寺进行过一些蝎俗的行为 事件就发生在大约今年4月份的时候 也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 地点就是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爆发了非常严重的族群冲突 而以色列警方就以强硬的武力镇压穆斯林 同时也逮捕了好几名的暴徒 而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蕴酿之后 哈马斯就在10月7日进行一次特杉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当时哈马斯特杉以色列的规模 很明显的就是已经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够成功实施特杉 所以以哈马斯的说法就是因为阿克萨清真寺 遭到以色列警方的蝎俗因而就对以色列还击 我自己就认为这个理由根本就理据不足 我相信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 迫使以色列要释放一些巴勒斯坦的囚犯 而根据在约旦河西岸所做的民调更加显示 竟然有多达81%的巴勒斯坦受访者 就相信哈马斯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至于加沙地带已经有出现多达56%的受访民众 就表示在未来的日子 好缺水和好缺食物 更加有多达64%的家庭 就已经先后有家庭成员死亡或者受伤 另外更加有多达53%的巴勒斯坦受访者 都认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要徹底消灭加沙地带 更加是对加沙地带进行种族清洗 我自己就认为以色列的目标 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定立了很久了 而今次巴勒斯坦这样发动集击 也都给到以色列一个很大的理由 来到去可以这样命征言顺 要徹底铲平加沙地带 而且这种做法也都正如我较早前有几次都提及过 因为如果你只是想针对哈马斯来到攻击的话 照道理就无需要出动这么重型的武力和军火 至于是否对加沙地带的人进行种族清洗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或多或少都是有的 因为在加沙地带当开始战争的时候 就已经呼吁居住在加沙地带的群众 要搬到加沙地带的南部 随着战争的推进 加沙地带的人也不能够再向南走 有些也只能够逃对其他国家 又或者透过一个非常狹窄的 能够通往埃及的一个边境出口 而离开加沙地带 而很明显的就是以色列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转转转转地 彻彻底地将加沙地带去哈马斯化 甚至乎是去巴勒斯坦人化 如此彻头截美的种族清洗 但为何美国到今时今日都仍然视而不见呢? 相反美国就很兴奋 每一次当涉及和中国有关的不利消息 就很自然地借机来批评一番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从来一句声都没有说过半句有关以色列的坏话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双重标准实在太明显了 而且在随着加沙地带平民伤亡的人数持续上升 以色列在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早两天以色列也认到多国政府的请求 是联合国大会就以巴问题召开了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当中竟然有多达153票赞成 10票反对 23票棄权以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结果通过拒议 同时也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只不过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在今月5日的时候 所公布的最新民调就显示 当被问及以色列军队 应不应该调整目前他们的作战方式 以降低巴勒斯坦人民的伤亡 并且藉此降低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压力 但是呢 在以色列的民调里面竟然有多达75%的受访者 表示反对调整目前的作战方式 而且在支持方面只是不到15% 至于在上个月的时候 特拉维夫大学所公布的民调就显示 只有1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火力过猛 另外仍有50%的人认为打击力度不足 而根据CNN在早两天的报导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估计 在以色列所使用的多达29,000枚空对地弹药之中 有多达40-45%是非制度弹药 其余的都是正确制度弹药 报导也有说到非制度弹药的命中率很差 是很容易造成附带的伤亡 另外在早两天美国总统拜登也忍不住 真的开口警告过以色列不要乱不分青红糟白 轰炸加沙地带 因而失去全球支持 拜登也认为以色列最终对国际社会一直支持的两国方案 就不能再拒绝了 不过拜登这样的说法也做到以色列内阁成员一致的评击 例如以色列的财政部长施莫特利就说 美国多年来一直鼓吹两国方案 这个方案只是希望将以色列推向一个自杀的境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会也承认 与美国旧加沙地带及卡马斯的远境全有巨大分歧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也告诉以色列的公众知 另外拜登也多次说过 以色列要在根本上解决尾巴冲突的方式 就是要向两国方案来发展 才能够获得最大规模的帮助 而只不过这样 竟然有多达39%的受访者 就支持战后向这个方向来发展 从而保证美国的支持度 但又有多达47%的受访者持有反对的态度 巴勒斯坦的民众 可以说得上是完全不相信拜登政府 以及一众西方国家的诚意 巴勒斯坦政策和研究调查中心民调也显示 70%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两国方案的表态不够认真 87%认为西方国家对以色列以及加沙特大持续凶杂的反应 表示根本在乎国际法 另外根据特拉维夫大学金民调也显示 大多数以色列民众反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和谈 这个选择不单不能带来和平 更是对于在未来的时候如何处理二巴衝突 也成为不少群众的反对 无论是容许巴勒斯坦建国独立也好 成立平等的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国家的方式来继续运作 还是以色列单方面吞併巴勒斯坦 不过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少数族群里面 当中有多达70%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而更是有近一半的也支持巴勒斯坦实现平等结合 在这方面以色列就很反对这个方案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内塔利亚湖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支持率可谓去到新低点 至于根据统计内塔利亚湖总理 以及整个以色列的政府的支持率都颇为低 有一样东西无论是以色列也好 或是巴勒斯坦也好 两个民众大家的共识都可谓是同行各自领导层 根据以色列的一个民调都特别显示到 耐塔利亚湖与以色列政府的支持率 竟然是在20%以下的 另外竟然有多达88%的巴勒斯坦人民希望总统阿巴勒斯辞职 上月9月份升了9% 约大河西岸16%支持法塔克 而马哈马斯的支持度竟然飙升到44% 在加沙地带最大的巴勒斯坦无党派的支持度也相对稳定 其次直接参与作战乙军的民众支持率也下跌到72% 而根据以色列最新官方的报告数字 因为这场战争而导致116名乙军阵亡 可以见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 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 不但双方的民众现在已经可以说得上是西城水火了 否则双方在民调的方面照道理 就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分数 所以短期之内以把冲突出现和平的机会就较难了 相反要继续捏下去的又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话题 今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